現在要來介紹節奏E的延伸 節奏E的練習是這樣子的 我們當初有兩個音 第一個音彈在第一拍 第二個音彈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你也可以說成是在第二拍跟第三拍之間 在四拍的循環裡是這樣子 1 2 3 4 1 & 2 & 3 & 4 & 這個是我們練習的節奏E的樣子 現在來說它的其中一種應用 我想要做一點小小的變化 在第二拍的時候 用你右手的手指把正在震動的弦悶掉 1 2 再聽一次 1 2 1 2 焖掉了之後 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就用你焖掉的那個手指再把弦 重新的播響 所以是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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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換個角度來看一下近距離的示範 我們剛剛講的悶音是可以用食指跟中指來悶音 像是這樣 1 2 3 4 1 2 3 4 再一次 1 2 2 2的同時 用食指跟中指的指尖 放在弦上面就可以把聲音悶掉了 1 2 3 4 所以這個悶的動作你要同時準備要下一次要剝弦了 如果你放得太進去的話 再剝弦就變得不太容易 所以指尖悶弦的感覺要悶得剛好 不要卡得太到弦裡面 1 2 3 4 1 2 3 4 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你會看到我剝弦的時候是用食指跟中指 現在我要來講另一種延伸 就是聲音悶的時候 不只是悶 我會用拇指來創造一個敲擊的聲音 這個敲擊的聲音是來自弦打在指板上面 聽起來是這樣 近距離來看一次 現在試試看用拇指來製造那個敲擊的聲音 那個敲擊的聲音是來自於吉他的弦 被我的拇指壓到快速的敲擊到指板 產生這個敲擊的聲音 像是這樣 當我的拇指敲到吉他弦的時候 就順勢壓在弦上面 如果不壓住的話也可以 聲音會變成另一種感覺 但是今天我們要的是 敲住以後壓住弦的感覺 1 & 2 & 3 & 4 &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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也可以搭配 這個拇指敲擊 但是同時 食指跟中指已經準備放回要再次撥弦的位置了 所以這個拇指敲擊第六弦 但是其他手指頭放回第四弦第五弦 這個動作要練習一下 才會比較順 再一次喔 剛剛講的這兩種手法都可以跟之前的節奏E混合應用在同一首歌裡面 如果你已經會了其他的和弦 可以把這個彈法應用進來 例如我現在彈一個Amaj7 每根弦都是可以彈的 要敲擊的時候會是這樣 1 & 2 & 3 & 4 & 再一次喔 1 & 2 & 3 & 4 & 所以你用任何一種和弦都可以套用這個演奏方法 1 & 3 & 4 & 4 3 & 5 1 & 4 再次的一種和弦都可以套用